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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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大家回到我們神神秘秘的節目 這次第幾集 10 15集 今天我們有興趣 是關於死亡 大家怕不怕死 我不是很怕 我也不怕 我們三個不怕死的人 做一個死的節目 KC你死了很多次 死完又死 之前說了很多我的事 我想反問大家 對於你們來說 死亡是甚麼一回事 我先說我 因為King Sir經常出體 每晚都死一次 我很小時候 我想我是八九歲開始 就會想人死去哪 我發覺我當時 最大的恐懼 有天堂或地獄都不怕 最大的恐懼是 人死了甚麼都沒有 灰飛煙滅 這是最恐怖 但為何你這麼小時候 已經懂得想這些 我不知道 不出奇 不出奇 可能是腦靈魂 如果我這個意識不存在 很恐怖 我現在有了思想 有了感知 我不再存在那種感覺 我是怕到 真的在床上飆冷汗 我經常都會本來睡不著想 死去哪裏 死去哪裏 那King Sir呢 你這個想法 不過也頗普遍 不過有另一種人 反而會有另一個想法 如果我死去哪裏 都算是一種永久的休息 有些人會覺得 如果繼續有我這個意識 都頗累 一直都是這樣 不過在我中學時期 我因為 上課會 那時給我一段時間有一種安全感 即是有一種 死去那裏就很有安全感 還有一個角度我們可以去的 在那時的我 在我意識擴展到那段時期 的確是給了我 人生有一段時間 有一種安穩的感覺 或者有一種生活的 一個軸心 但是 人大了 意識再大 對生命的看法 又會有改變 即是我的角度 這個無可否認 是一種 叫做安慰 是啊 因為 老實說 以我認識這麼多種宗教來說 很多宗教都是利用 人類這個弱點 就是最死亡的 死亡的無知 我覺得 他會給一個 叫做保證你 你信了我這個教 你死了之後 還有很多東西可以得到 即是不會說 現在所擁有的東西 甚麼都沒有了 會 又或者叫做 你現在有的東西 即是你死了之後 可以更加好 其實你覺得宗教好像 好像 似乎是 利用死亡去和人 去做一個 討價還價的交易 其實 可以這麼說 即是 你很 理論的層面去研究 為何有些宗教會 那麼多人相信 的時候 其實你會覺得 其實他用了這樣的策略 我記得有一次 我幫人做翻譯 我老師去醫生 問他怎樣看其他宗教 其實我很欣賞他的回答 他說 我所有的宗教 我都沒有問題 不過 如果你選擇 去跟隨一個所謂的宗教領袖 如果他告訴你 你要做的事 就是找到你有多好 那你就去跟 即是你本身已經很好 你要做的事 就是找到你的本質有多好 但是如果那個宗教 你不點點點就會點點 或者你不做些什麼 什麼就會什麼 這個在靈魂裡面 是一個酬勞 那個酬勞 就是一個監獄 困著一個 靈魂的本質是自由的 那他就會覺得 你不做些什麼 這個就是一個人做的自由感 不過 你想真 現在大部分主流的宗教 就是 他們的最基本的想法 或者提供給你的理論 就是 人類本身就是 衰的 是醜惡的 你要透過信教 和做他 叫你做的事 你才會變好的 你想想 是不是現存的主流宗教 大多數是這樣 是的 甚至乎 你要相信他才是好 是的 你不相信他什麼都不好 他會說 肉體的所有需要 都是醜惡的 都是一種罪惡 嗯 我覺得其實這一種 這樣的概念 其實都 挺有問題的 還有就是 尤其是佛教 他覺得 很多人在佛教人 問 我怎樣可以 不用再回來 他覺得 在這裏 這裏是個煉獄 回來是一種懲罰 如果去到樂世界 就不用再回來 但其實 尤其是 尤其是 本部的賭子 因為你都對我們靈魂 是體驗和擴展 這個只不過是 教育學 不是一個懲罰 不是一個懲罰 所以 其實 我覺得 不要說 點名是哪些宗教 有很多宗教 他會將 人和 往後的字 他會分成很多層面 去被人看到 否則他怎樣能夠 在現在 當下 就告訴別人 我是最好的 你選我便去到那裏 你不選我便去那裏 類似 有些 兇人的成分 或者擺明是敗你 你夠膽便便不要來 即是 不同的宗教 有他們自己不同的信念 我反而是看到這些 Casel 我怎樣看死亡這件事 其實 我小時候都有你這樣的想法 關於死亡之後 會怎樣 我想每個人在成長階段 都會有類似的想法 通常長大了 就不想這些 想你賺錢 但是對我來說 死亡只不過是 休息 在休息的時間 那會不會再 休息完之後會怎樣 一定會再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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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可避免 為何你會這麼肯定 對 你一開始接受轉世這件事 嗯 是受什麼影響 是我自己有個想法 沒有說受什麼 有些人經常說 我現在做多些好事 那我翌日就會去 不是 總之我離開這個地方之後 我就去天堂 我不再回來 但我不認為是這樣 為什麼呢 因為很多時候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感覺 有時候去到一些地方 或者遇到一些人 真的像層相識 是好熟好熟 但說不出是什麼 但是當你去 再認真一點去想 就是自己慢慢去檢查的時候 是有些關係 但是那些關係在哪裡 你又不知道怎麼說 總之是千絲萬縷 有一個這樣的說法就是 其實人是不會死的 只不過過了幾個時代之後 那些人又換了個名字 換了個樣貌 換了個氣服 又回來這裡 所以這個世界的人 其實是未死過的 嗯 未死過 類似這樣的說法 就是說人 如果我們用回中國人的說法 就是說人有三魂七魄 就是我這個區學完了之後 三魂七魄都散了 就是周圍有你 再重新組合那些 組合那些 總之組合那些東西出來 那個可能是叫做人 但是人 就是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三魂七魄齊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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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有我 但是當我們離開這個區學的時候 這些東西可能會散了 有些人有機會是聚在一起 但有些是散秤秤的時候 不知聚到去哪裡 你明白嗎 明白 你明白我這樣 明白 因為我經常有這些想法 我經常都覺得人家可能以為我傻 但我覺得我坐在這裡 你們就未必覺得我傻 你生日後都傻 因为New Age其实有类似的说法 甚至乎你说是个人的灵魂 甚至New Age会认为任何东西都有灵魂 是团体的灵魂 意识 所有东西都有意识 甚至乎他认为整个宇宙都有一个意识 我相信的 很多时候我们会叫某一些比较大 或者叫能量高一点 或者叫经验丰富一点的意识体 我们叫那个作主体 而之后他会为了 分裂成 是的 他要为了取得很多经验 他会分裂成一些叫片段体 其实New Age会有部分会有这样的说法 其实我们这些地球上面的人 或者其他生命 其实只是一些片段体 我们之上还有一些叫做主体的东西 是更加大